這個Core的特質是沒有人可以拿走你的 而當你能夠活出這個特質的時候 那個就是最好的你 大家好,我是Edie,歡迎回到Live Channel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個題目 就是你有沒有好好去愛自己 意思是你有沒有對自己好一點 讓自己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我會從三個方面去講講這個題目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你也可以跟我一起檢視一下自己 第一件事就是你對自己的身體好不好 其實人創造出來的時候是很神奇的 我經常都覺得裡面很多不同的系統 會互相配合,令我們可以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 但如果有些地方出現了問題的話 你的身體就會發放一些信號 告訴你,有些事情不妥了,你需要注意一下 我自己就發現有很多身邊的朋友 他們都有很多身體給他們的信號 但他們就好像沒有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亦都沒有正視到這些信號 經常都會覺得很累 身體始終錯了 又有些寒背問題 或者皮膚問題 其實他們都不想是這樣 但其實這些都是身體發放給我們的一些信號 只要你好好去正視這些信號 大部分這些問題其實都是可以改善的 其實我們從小到大都會收到很多關於健康的知識 例如是你要多喝點水 你要做運動 但不知道為什麼呢 我們就是對於喝水和做運動 是非常抗拒的 總是做不到的 我以前也是一個不做運動的人 慢慢我現在就已經培養了做運動的習慣 我都發現到我身邊很多的人 他們都會對運動其實有些錯誤的觀念 例如我們會覺得其實是打球 游泳這些才是運動 但其實有更多的運動 是不需要那麼勞斯動眾的 可以在家裡做到 而且在一些局部針對不同的肌肉位置的運動 其實這些運動才是我們最需要首先去做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當你沒有做運動一段時間 其實你不多不少是會有一些姿勢問題 而這些姿勢問題的原因就是 因為你的肌肉不平衡 可能你沒有什麼肌肉 或者有一些部分經常使用 慢慢就會形成一些不同的 這裡痛、那裡痛 所以如果你正視你的這些問題 改善了Core的話 其實很多的問題都是會消失的 另外就是我們會有一個迷思 會覺得我們做運動很累的 但是當我去嘗試做運動 起初可能一個星期一次而已 慢慢建立這個運動的習慣 我就發現其實做運動是不會令我們累了的 它反而會令我們精神了 它反而是令我們沒那麼累的 如果我不做運動的話 可能我的人整個狀態都是很疲倦 很想經常睡覺 很沒精神 但是當我做了運動之後 我的負面情緒會少了 我個人精神了 我會不會那麼容易去想吃垃圾食物 我皮膚也都好了 我個人都會開心了 所以其實做運動是不會令我們累了的 反而就是因為我們沒有做運動 所以我們經常都覺得這麼累 所以你可以想一下 究竟你有沒有正視你身體給你的訊息 有沒有好好照顧這個身體呢 到第二個項目了 就是你有沒有對自己太過苛刻呢 這種苛刻其實是一種的態度來的 它未必只是說某一些的事情 某一些的做法 是一種態度來的 例如是說你有沒有 經常都會逼自己去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例如是我有朋友試過跟我說 他會跟自己說 如果我不做完事我就不可以洗澡 但後來他就慢慢發現 其實就算洗澡先 比自己舒服一點 可能做事是會更加有效率 做得更加好的 那為什麼不可以洗澡先呢 或者是我自己這樣 我經常都會不肯花錢 在一些我需要的東西上面 那如果你是一個已經買東西的成癮的人 又說呢 你就要很小心地聽我以下說的話 可能是不適用於在你身上的 那我自己出生 其實都是一個很普通的家庭 那小時候都不會有很多的錢 那所以買東西那些都會很小心去考慮 是不是真的需要 抵不抵 這個東西是不是真的要買 那我形容在那些時候 這些的衡量是需要的 其實折劫真的是一個美德來的 那但是我想說的是 有沒有一些東西 其實你忍了很久的 但是你一直都不肯 去花一點點的金錢 去讓自己過得舒服一點 例如是 其實我的螢幕貼已經爛了很久 它的旁邊的邊已經崩了 但是我也是不肯換那個身的 但是呢 當我發現到原來我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就跟自己說 好吧 那我不如真的換了這塊螢幕貼 那我的氣心剛好換了這塊螢幕貼 我的電話呢 變回很平滑 不用每一次看到它的時候 都很硬硬 我是覺得很開心 很舒暢 這種對自己的小的恩惠 其實都是對自己好的一些表現 其實有時候我們真的不需要對自己 這麼苛刻的 好了到第三個點 就是我最想分享的東西 就是你有沒有經常去否定自己呢 會不會有一些念頭 或者有一些東西 你是偶爾就會浮現出來 或者你是很想做的 但是呢 當這些念頭浮現出來的時候 你就會有無數那麼多的藉口 或者原因去倒閉自己 譬如你會跟自己說 現在這個環境這麼難 或者你又沒有錢 我又不懂這樣 又不懂那樣 又不懂人 人家又可能不喜歡 我又沒有時間等等 很多這些的聲音就會放到很大 令到你可能那些很想做的事情 是一直都沒有進展 而我呢 不是說你要不斷地去讚自己 鋪長自己 這樣就代表對自己好 譬如你說 你已經做得很好 其實這些可能都是有一點點 不符合現況的 不是一味地去讚自己 就是代表對自己好 那我們究竟要怎麼做呢 我想說的就是 就是你要認清你自己的狀態 其實我相信每個人被創造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Core的真我 這個真我呢 是一個在你心心處裡面 推動著你去成為一個更好的人的一些特質 有些人可能他的特質就是 他很善良 有些人可能是他很慷拒 很願意分享的 有些人是他經常都會很想 令人很開心的 每個人這些特質都是不一樣的 還有呢 唯有是你會出那個 你真正心底裡面很想做的那件事 那個特質 這樣呢 這個才是 能夠成為一個更好的你 但是呢 我們的確是會有很多不同類型的缺點 或者是環境限制 或者我們自己的自身的狀況 令到我們沒有辦法很自由地去到做到我們想做的事 但是當我們認清了自己的狀態之後 我們就可以選擇去逐步逐步去突破這些東西 譬如我都有分享過以前學畫畫 其實我自小也是沒有學過畫畫的 可能呢我都會跟自己說 其實我真的不會畫畫的 畫畫這件事不適合我的 但是呢 當如果這個念頭不斷地出現 我記得我當時就有一個想法就是 我都很想可以畫到一些自己想的東西 或者我喜歡的東西出來 於是呢 我就 嘗試去突破一些真的對於我來說的限制 例如是 這樣不懂就去學 去看 去了解一下 找一下哪一個方式是適合你 譬如如果我畫畫真的不適合我的 會不會木顏色適合我呢 木顏色如果不適合我的 會不會水彩適合我呢 又或者水彩不適合我的 我還可以試 最後呢 我就找到最適合我的顏料 和我畫畫的方式 有時候呢 我都會有很多不同的念頭 例如是 我很想在香港推動手像這件事 但是其實 在香港做一個這麼急速的社會 人們有這麼忙 其實是不是真的會有人 會想看關於手像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會有人跟你去寫手像 這些很多不同的念頭呢 都會令到我有時候 有些灰心 或者是 想不如 算吧 不要再做了 自己寫就算了 這樣 不需要跟人分享 那 但是 我找回我自己的 core 就是那個 真誠的心 我很想跟人分享 我好的東西 或者我不好的東西 而我覺得手像就是一個 很真實的紀錄 告訴人們 我是一個 怎樣的人 我面對的掙扎是什麼 我每一天的紀錄是怎樣 這個呢 就是我的 core 怎樣去推動我 去成為一個 我想成為的人 以至呢 我才會繼續這樣去拍YouTube 繼續去和大家分享我的想法 那這些真我的特質 這個 core的特質 是沒有人可以拿走你的 而當你能夠活出到這個特質的時候 那個就是最好的你 做所有不同的事情 我都是被這個 core去推動著 想成為一個真誠的人 想表露一個最真的自己 給別人見到 那所以呢 你也可以問一下自己 你認不認識自己 你知不知道你真實裡面 你那個 core是一個怎樣的人 還有呢 究竟現在你面對的狀況 那個環境 是因為你不夠認識自己 還是因為那些東西真的 那麼大 而影響到你沒有辦法去做到你想做的事情 那這三個方面呢 我想幫助大家去想一下 檢視一下自己 你有沒有好好地去愛自己 好好地去活出一個更加好的你 如果你都有以上這些共鳴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相信我們這樣給一次鼓勵 是可以令到我們更加積極 活出一個更加好的自己 那如果你有任何的想法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亦都歡迎你PM我的IG 可以跟我聊聊天 更加詳細地去分享你的故事 就是這樣啦 那希望大家會喜歡這一類型的影片 希望以上的提示可以幫到你 那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